孤姐说故事之高速塞车塞车塞塞塞塞塞塞你还在车阵中吗想避开塞车吗打开Google美普斯及时路况系统或许能预告你哪一路段已经水泄不通可以及早避开红色是塞车橘色是稍慢绿色是顺畅即时的恐怖甚至连碰个红灯地图马上就会显示所在路段是红色但Google美普斯到底是怎么知道各地的及时路况呢 我觉得是他们那个GPS定位就是很难家 又觉得那是GPS定位吗 定位有专人回报吗 是因为那个GPS的定位 应该是有专人回报 应该是太专人了 不然就是有机器在那边统计测试 早期Google是与政府交通单位合作透过雷达雷射红外线路面感应线圈等技术将资料整理后 Google绘制伺服器但这种判断方式缺点在于有装设备的地段有资料 没装设备的路段就空白 后来Google决定改变方式换成由大家的手机回报 没错就是每个人手上的那只Google利用手机GPS及时回传资讯 算出某台手机移动速度并综合该路段上所有手机情形就能判断这段路是否顺畅了 因此当你用手机观看路况时其实你也同时在上传资讯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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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